好 电机这么热 幸好娘娘带咱们去看戏 是皇上有心 惦记着咱们爱看戏 一早出来便这么热 到了午后 还不知要什么样子 小主最怕热 等下回去先沐浴更衣 华妃娘娘精安 起来吧 本宫有今日复位之时 你可曾想到 娘娘厚福无穷 岂是妹妹可以揣测欲知的 还未来得及恭贺娘娘复位之喜 在此贺苦 免了 本宫可不敢当婉嫔此礼 你越是恭顺 本宫就越是觉得可憎 娘娘真是说笑了 难道娘娘是喜欢妹妹 对娘娘不恭不顺 直言犯上吗 妹妹并不敢肆意冒犯娘娘 不敢冒犯 也已经冒犯了 本宫绝不会忘了昔日之事 娘娘教训得极是 妹妹愿意实时聆听 娘娘的教诲 你愿意实时聆听 本宫却不愿实时见你这副面孔 娘娘莫要生气 娘娘千斤之体 若为一介小小公平气伤了身体 倒不值许多呢 世间尊卑有道 哪里有尊贵之身 为卑贱之身生气之缘故呢 那岂不是太便宜了那些卑贱之人 你 这不是心得皇上宠爱的宋芝妹妹吗 方才妹妹说的话实在是正理 世间尊卑有道 妹妹这样阵阵有词 屈居莫留的答应 实在是叫人惋惜 本宫一定为妹妹向皇上禁言 非执品位或者是贵人 方能彰显妹妹的身份 娘娘 皇上请了娘娘和咱们姐妹 去遇进明秦馆听戏 听说 还特地点了娘娘 您最爱听的娘子官呢 何苦在这大热天的 与人多费口舌呢 始 who is the world 有珠 我们走了 prophets 敌婢外头热了 萧柱还不回来 正想派人去瞧瞧呢 不过是在园子里逛逛 能出什么事 你可不知道 气死我了 竟然碰上华妃和心得宠的知大影 害得小主说好大的委屈 这话怎么说啊 小主现在很得皇上喜欢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顾忌的吗 华妃对小主是一向如此 可恨的是那个知大影 宫女出身 还敢对小主句句带刺的 知大影原是华妃身边的人 自然站着华妃为虎作伤了 小主也太好心了 咱们不理会华妃也便罢了 难道还由这宋知庆狂吗 要是依我的性子 必定狠狠赏她几个耳光 再禀报皇上 让她去新者库拂苦夜 你听听刘珠的嘴 越发厉害了 眼见我手下就是她当家了 你的性子也太急了 光是急性子就能办成事吗 我叮嘱过你们 不要和华妃顶撞 如今再说一句 也不要和她身边的人顶撞 敷衍过去就行了 还怕没有来日吗 那 那宋知对小主这样轻慢 难道小主还要放过她吗 宋知之所以敢这样猖狂 是因为她背后有华妃 你们以为凭她就有这样的能耐 她不过一个区区小卒 小主的意思是 杜甫前出赛的第六手 是怎么说的 射人先射马 金贼 仙秦王